大家早中晚上好 今天继续来分享 国风门派万寿装绘画流程的第三部分 画拆分设计稿 这个步骤其实是比较功能性的环节了 涉及后面实际制作的需求 这个步骤的关键问题 其实是解决实际落地的问题 不能出现那种概念图画的非常好看 但是一座模型发现门的高度 人进不去等等的奇怪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步骤其实不难 因为整体的设计造型基本已经都差不多了 主要就是花个耐心吧 这个时候一般你只要兼顾了整体 你自己的节奏布局 就可以在局部随时增加自己的新的想法 大到窗户和门的造型 小到楼梯支柱的重新设计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无限专注定制设计下去 说完设计拆分的步骤的思路 聊一下这张图的过程和想法 先简单画一下草图 主要是帮助你把位置定一下 后面直接上色和结合素材 我的思路其实就表达设计就行了 基本草图画完 简单给个固有色和光影关系 就可以开始直接细画 我们先来细画一下屋顶的组件 这里画了三种规格的屋脊 像我在视频开始的时候说的 所有的东西你想要定制的话都可以 小到屋脊 这里把瓦片和屋脊先装上 贴素材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想要的屋顶是什么颜色的 别被素材误导 之后把瓦当的结构设计一下 现在细化一下这个拆分件 现在细化一下第二个拆分件 这里我知道下面还有空间 虽然这张图上看不到 但是就一定设计了 现在细化这根最长的组件 其余的部分拆开先放在边上 这里下面的花纹我参考的是青铜器的花纹 中间是夸张的樱头的造型 表达一下主题 现在开始细化中间组件的结构花纹的参考 具体结构的参考都要找全 细化结构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要理解中国传统古代建筑的搭建逻辑 怎么支撑的结构才能让那个房子不塌 如果不懂的话 就可能会画出来很奇怪的东西 这里设计的是两个夸张的大笼子卡在墙里面 现在开始画下一个组件 这里中间的设计是块玉石的造型 现在就一点一点按照自己安排的节奏 把结构细化上去就可以了 结构造型要起到支撑的作用 这里面也加了一块猛兽花纹的设计 现在把做好的组件先装上看看整体感觉 现在把下面与梯田结合的部分画一下 这边直接叠上一个素材 找找感觉在画 不过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已经有个大概的结构认识了 贴上素材之后 其实你是在整理梯田上的物件 意思是梯田有什么组成的 隔离安排他们的位置 比如梯田上有这种草绿色的植物根茎 根茎上面是柠檬黄色的花 还有墨绿色的树团 这边前面我加了一些植物 树木的选择其实是可以在当地的树种中找到的品种 现在就剩下上面的一个部分了 这个部分是整个主编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要好好设计一下 前面是三条嘴里含着笼子的笼 后面瓷雕鹰的造型 鹰的前方放了两个比较夸张的笼子的造型 里面有那种比较凶猛的猛兽 局部再结合一些山石树木的景观 就构成了整个顶部造型的设计思路了 这边把笼尾巴的缠绕感觉画好 原本最开始的时候在顶部是想做一堆笼子的设计 之后被我优化掉了 换成了一些牛和两只豹的造型在屋脊上 画到这里可能有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这边好像和概念图顶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 因为概念图只照顾的是整体的氛围感受 有些细节的设计可能会照顾不到 但是大的设计方向是没有改动的 两边做了一些阵列的石雕动物的设计 后面鹰的造型是和偏电的设计是相呼应的 左右两颗我又增加了一些石头 因为整体是一个巨大的夸张的石雕鹰造型和前面的建筑结合 视觉上容易感觉支撑结构不够稳定 微调一下 结合素材画一下山石的质感 做两个猛兽放进去 现在把顶部的造型合上去 看看整体感觉 之后丰富一下环境 前面这个位置也加了一些笼子的元素 突出一下主题 前面画的时候 中间这段画的不是特别细 现在再拿出来继续细化一下 现在先细化一下前面的结构 并且增加一些植物 前面这里加两个火盆 让人感觉门派入口更加庄重气派一些吧 再次细化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好像不是那么特别有趣 于是我又加了一个展翅的鹰的想法 灵感来自于高桥五郎的一个项链的造型 最后再把中间部分合进去 然后进侧门的通道部分完善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其实一些小的栏杆扶手一样式 或者更小的一些石头组合景观 可以结合参考说明清楚 如果未来希望看到我更新更多作品的话 那么可以麻烦大家关注一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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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